元朝统治中国的时间 满打满算 也只有98年 如果从乎碧烈灭亡南宋 建立大一统元朝 算起来的话 只有89年时间 可是我们要知道 元朝的国土面积 那是相当大啊 光元朝本部就有1372万平方公里 此外 中亚和西亚的四大汉国 清查汉国 查和台汉国 窝阔台汉国 伊利汉国 都是在名义上归乎碧烈领导的 就算后来跟元朝分崩离心 毕竟大家都是亲戚 关键时刻还能搭把手 为啥如此强大的元朝 只有不到100年的寿命呢 其实看看 他们皇位的传承有多乱 就能明白这件事了 大家好 这里是任文史说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元氏祖忽必烈绝对算得上是一位有实力并且长寿的皇帝 他不但一手创立元朝 还稳固住了汉人为主的中原地区 说实话 如果站在当时汉民族的角度来看 他是个很有手段的殖民者 蒙古人打仗很厉害 但治国就不太在行了 忽必烈自然也明白这一点 于是就往罗天下汉族名士治国小能手 全部安放在太子真金的身边 让这个继承人好好学习汉族的知识和传统 问题是忽必烈实在太能活了 直接干到了79岁 眼看真金一天天老去 很多朝臣就着急了 甚至联名尚书要求真金继位 这可把忽必烈气坏了 但凡敢说这事的 那时发现一个杀一个 搞得人心惶惶 真金一辈子活在老爹阴影下 这顿操作下来 就直接被吓死了 忽必烈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努力培养的接班人就这么没了 他没有改立其他儿子当太子 而是把真金的儿子铁木尔立为接班人 这就和后世明太祖朱元璋传位给孙子朱允文一曲同工了 忽必烈的儿子死了 他把怨恨归咎到汉文化的咄咄逼人上 铁木尔也觉得老爹英年早逝是汉文化害的 因此不再重用汉人 可以说 元朝失去了转型的一次大好时机 为以后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太子真金一死 忽必烈就更加伤心了 于是他开始酗酒 身体也就每况愈下了 没多酒忽必烈就把自己给喝死了 我们要知道 元朝以前 中国的酒度数都比较低 大概在15度左右 从元朝开始 50多度的高度酒 开始出现 于是乎一堆元朝皇帝都被喝死了 第一 在位13年的元成宗铁木尔 首先上场的就是元成宗铁木尔了 他的治国水平还是很不错的 不仅缓解了国内矛盾 而且也让其他四大汉国承认了元朝宗主国的地位 可是铁木尔本人也特别喜欢喝酒 结果只做了13年皇帝 就把自己给喝死了 他这一死不要紧 关键是他还没来得及生儿子 他唯一的嫡子得寿皇太子早就夭折了 所以没有后人 有资格继承大位 第二 在位四年的元武宗海山 我们要知道 铁木尔是真金皇太子的第三个儿子 他还有俩哥哥 分别是干玛拉 达拉巴玛拉 既然铁木尔没有继承人 那就只能从他两个哥哥的后代里找人了 当时铁木尔把自己喝死了 达拉巴玛拉的儿子 爱玉黎巴利巴达立刻在大都发动政变 本来大家都拥戴爱玉黎巴利巴达气味 可是他哥哥海山比他还要猛 海山的大军直奔上都而来 实力强劲 未免兄弟相残 爱玉黎巴利巴达 选择将大卫让给了实力强大的哥哥海山 海山便是元武宗 元武宗在位只有四年时间 去世的时候才31岁 很显然 这位老兄还是喝酒把自己给喝死了 第三 在位九年的元仁宗爱玉黎巴利巴达 元武宗海山登基的时候 对自己的弟弟爱玉黎巴利巴达十分感恩 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强行把爱玉黎巴利巴达 立为皇太帝 他们相约 将来海山去世了 那么大卫就是爱玉黎巴利巴达的 不过爱玉黎黎巴利巴达去世以后 皇位还要传给海山的儿子 元仁宗爱玉黎黎黎巴利巴达登基以后 心里就很不爽了啊 凭什么将来我要把大卫传给你儿子 于是元仁宗便将元武宗的几个儿子 都调到了外地 长子和氏 被封为周王 调到云南做官了 四子图铁木尔 被封为怀王 前往建康和江陵等地 这两个人很重要 因为他们后来都做了皇帝 再回头看看元仁宗 他这个叔叔把俩侄儿弄走以后 心里就舒服多了 他非常崇拜汉文化 不仅大力推广汉文化 而且还重开科举制度 元仁宗在位九年时间 去世时仅仅35岁 谁也不能否认 是否跟白酒有关 第四 在位四年的元仁宗朔德巴拉 其实元仁宗打破了书直相传的约定后 为后来的兄弟争夺大卫埋下了伏笔 元仁宗去世以后 果然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朔德巴拉 这个朔德巴拉便是元仁宗 元仁宗也很喜欢汉文化 他讲究已如治国 甚至开始进行改革 一不小心触碰到了蒙古贵族们的利益 因此南坡之变中 元仁宗被人给尸杀 在位四年 年仅21岁 1323年 元仁宗意外身亡 爱日黎巴利巴达一脉 就强倒众人推了 甚至被贵族们认为 没有合法继承权 说白了 这还是蒙汉之间的角逐 元仁宗一直没戏了 皇帝总得有人干啊 怎么办 结果就把真金的孙子 铁木尔大哥甘玛拉的儿子 也孙铁木尔给搬出来了 这还真有意思 铁木尔之后 二哥达拉巴玛拉一家先封光了 这次大哥甘玛拉家也出头了 也孙铁木尔就是元朝历史上的太定地 他基本都待在上都办公 在历史上地位也不是很高 甚至有很多学者不认同他的身份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因为四年后 他才三十六岁就死了 太定地之后 他八岁的儿子在丞相道拉沙的雍丽下 继位为帝 这个小孩就是天顺帝 此时身在大都的元武宗的旧臣们 一看皇权不稳 就开始谋划让元武宗的儿子和氏以及图贴木尔当皇帝 这下上都和大都之间的斗争就开始了 这场角逐的胜利者是大都集团 和氏先继位 但还没有到大都就死了 紧接着图贴木尔顺利当了皇帝 即元文宗 他在魏四年的时间里 作为有拥戴之功的燕铁木尔一直大权在握 文宗很多事情上长期被撤走 元文宗知道朝野上下对哥哥 即元明宗和氏的死一直有流言蜚语 考虑到给自己洗白 同时也算是弥补一下内心的不安 于是决定将来把皇位传给自己哥哥的儿子逸林之班 后来这事也办成了 不过逸林之班在位还不到两个月就亿万身亡 年龄只有七岁 很多人认为这是丞相燕铁木尔的手笔 这一直是一桩悬案 元明宗其实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这个七岁就死了的皇帝 还有一个是妥欢铁木尔 逸林之班死后 哥哥妥欢铁木尔就当了皇帝 这个哥们在历史上就很有名了 即元顺帝 也是元王朝最后一位皇帝 他虽然在位长达三零年 赶超了自己的祖辈 但元朝在长期的内斗中早已人气大伤 不复当年伴随着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的崛起 他注定无力回天 农民起义军未必就有那么强悍 只是元朝内部实在是太混乱 再加上他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主人来看待 自然要被击败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